马上要来聚焦 总统蔡英文参访由台湾跟史瓦蒂尼 合作改建的史金政府医院 总统表示这项重建计划 不仅是台湾与史瓦蒂尼的合作成果 也是两国邦誼的象征 台湾跟友邦一起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就是政府常讲的Taiwan Can Help 我们的媒体有没有冻坏了 有 还可以吗 可以 总统会冷吗 我可以 总统蔡英文在新大楼前合影 见证实际的合作成果 同时参观手术室 以及数位X光检查室 实际了解医院运作情形 五年前到史瓦蒂尼的时候 曾参观史金政府医院 当时专科门诊跟急诊大楼正在改建 大楼在2021年完工 如今全新环境也提升卫生医疗的品质 这项重建计划不仅是台湾和史瓦蒂尼合作的成果 更是两国邦誼的象征 那么台湾提供的最擅长的医疗专业 以及工程技术 跟邮班一起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台湾Can Help 美医团队从2009年就投入 史瓦蒂尼的医疗服务 史国的两间医院三个地区的门诊 都看得到台湾医疗团的身影 每年也会选派各科部的医生 来到这里替民众进行治疗 我们在这边的计划虽然只是一个医疗团 但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执行过的很多计划 像我们有艾滋病防治计划 肺结核防治 然后还有根绝他们的疟疾 还有一些孕产妇 他们的死亡率的降低的计划 每每一个计划 我们达到我们计划目标以后 然后我们就会跳到下一个 所以我们都是一直持续在努力 蔡总统推动非洲计划 从医疗 农业 人道救援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 分享台湾模式的经验 但遭外界质疑执行不利 不过蔡总统透过实际合作破除传言 向外界展现台湾与世界拉近距离的努力 记者萧比萧一生在史瓦丁尼的采访报导 沁总统币